第三章 如果你错了 就承认我差不多住在纽约 这个大都市的地理中心区 可是从家步行不到一分钟 就有一片树林 春天来到时 树林里野花盛开 松鼠在那里住巢 养育他们的孩子 麻尾桃长得有码头那么高 这块完整的树林地 人们叫它森林公园 那真是一座森林 可能跟哥伦布发现美洲时的情景 没有多到分别 我经常带着那头波士顿哈巴狗雷克斯 去公园里散步 它是一头可爱讯良的小狗 由于公园里很少看到人 所以我不替雷克斯系上皮带或口笼 有一天 我和雷克斯还在公园 看到一个骑着马的警察 一个急于要显示他权威的警察 他向我大声说 你让那只不带口笼的狗 在公园乱跑 难道你不知道那是违法的 我柔和地回答说 是的 我知道 不过我想他不是会在这里伤害人的 那警察头颈挺得硬硬地说 你想 不至于 你 想 不至于 法律可不管你怎么样去想 你那条狗会伤害这一里的松鼠 也会咬伤来这里的儿童 这次我宽容了你 下次我看到你那头狗不说链子 不带口笼 你就得去跟法官讲话了 我点点头 答应遵守他所说的话 我是真的遵守了那警察的话 但只遵守了几次 原因是雷克斯不喜欢在嘴上套上一个口笼 我也不愿意替他戴上 所以我们决定碰碰运气 起初安然无事 有一次我终于碰上了一个钉子 那次我带了雷克斯跑到一座小山上 朝前面看去 一眼就看到那个骑马的警察 雷克斯当然不会知道怎么回事 他在我前面 蹦蹦跳跳 直往警察那边冲去 这次我知道事情坏了 所以不等那警察开口 干脆自己说了 我这样 说警官 我愿意接受你的处罚 因为你上次有讲过 在这公园里 狗嘴上不带口笼 那是触犯法律的 那警察用了融合的口气 说 哦 我晓得在没有人的时候 带着一头狗来公园里走走 是蛮有意思的 我苦笑了一下 说 是的 蛮有意思 其实 我已触犯了法律 那警察反替我辩护 说 像这样一头哈巴狗 不可能会伤害人的 我却显得很认真的说 可是 他可能会伤害了松鼠 那警察对我说 那是你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了 我告诉你怎么办 你只要让那头小狗跑过山 别让我看到 这件事也就算了 这个警察 具有一般的人性 他需要得到一种自重感 当我自己承认错误时 他唯一能滋长自重感的方法 就是采取一种宽大的态度 显示出他的人词 那时 如果我跟那个警察争论 辩护 那所得的效果 跟现在就完全相反 我不跟他辩论 我承认他是完全对的 而我是绝对错误的 我迅速 坦白地承认我的错误 这件事由于我说了他的话 而他替我分辨 也就圆满地结束了这个警察 上次用法律来吓唬我 而这次却宽恕了我 就是即是绝世 恐怕也不会像他那样的仁慈 假如我们已知道 一定要受到责罚 那我们何不宣责备自己 找出自己的缺点 那是不是比从别人嘴说出的批评 要好受得多 你如在别人亲辈你之前 很快地找个机会 承认自己的错误 对方想要说的话 你也替他说了 他就没有话可说 那你有99%会获得他的谅解 正像那骑马的警察 对我和雷克斯一样 华伦是一位商业美术家 他曾用这种方法 获得了一个粗鲁 无理的顾客的信心与好感 画轮回忆这件事的经过 在替广告商或出版商会话时 最重要的是简明准确 有些美术方面的编辑人员 要求立刻替他们完成 他们所交来的工作 在这种情形下 很难避免若干轻微的错误 在我所认识的人中 有位负责美术方面业务的客人 最喜欢挑剔找错 我常会极不愉快地离开他的办公室 并非由于他批评 挑剔而不愉快 是这位美术主任所指出的毛病 并不恰当 最近 我交去一件在我匆忙中完成的咒 后来我接到他的电话 要我马上去他办公室 果然不出我所料 他一脸怒容 似乎要给我一个狠狠的批评 教训 我突然想到 在讲习班学到的自己责备自己的方法 所以我就急说 先生 我知道你会不高兴 那是我无可宽恕的疏忽 我替你会了这么些年的话 应该知道如何话才是 我感到非常惭愧 那位美术主任听我这样讲后 却替我分辨地说 是的 话虽然如此 不过还不算太坏 只是我插嘴街上 说不管坏的程度如何 总会受到影响 让人家看了会讨厌 他要插嘴进来 可是我不让他说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批评自己 我很愿意这么做 所以我接着又说 我应该多加小心 你平时照顾了我不少生意 你应该得到你所满意的东西 这幅画我带回去 重新再皱一张 他摇摇头 说 不 不 我不想让你有更多的麻烦 他开始称赞我 很实在地对我说 他所要求的 其实一个小小的修改 他又指出 这一点小错误 对他公司的利益 不会受到损失 他又告诉我 这是一个极细微的小错 不需要太顾虑的 由于我急于批评自己 使他怒气全消了 最后他请我吃中饭 当我们分手的时候 他签了一张支票给我 和委托我另外一件工作 任何一个愚蠢的人都会尽力辩护自己的过错 而多数愚蠢的人是这样的一个能承认自己错误的人 却和使他出类拔萃 并且给人一种尊贵 高尚的感觉 有这样一个例子 历史所载 当年美国南方李将军一春最完美的事 就是他为匹克德 在葛提斯堡之一的失败自责 归咎到自己身上 匹克德的那次冲锋战 是西方历史中 最光荣生动的一次战争 匹克德风度翩翩 长得非常英俊 他那褶色的头发 留得很长 几乎披落到肩背上 像拿破仑在意大利战役中一样 他每天在战场上 都忙着写他的情书 在那惨痛的七日的一个下午 他得意的骑着马 奔向联军阵线 那股鹦鹉的姿态 赢得所有部下士兵们的贺彩 并都追随着他向前挺进 北方联军阵线的军队 远远朝这边看来 看到这样的队伍 也经不住一阵低声的赞美 匹克德带领的军队 远洁的往前推进 经过果园 农田 草地 横过山峡 始终 敌人的炮火 朝他们猛烈的袭来 可是他们依然勇敢的向前推进 突然间 埋伏在山北石墙隐僻出的联军 从后面涌涌而出 对着没有准备的匹克德军队枪炮击射 山顶烈火熊熊 又如火山爆发 在几分钟内 所有匹克德带领的五千大军 几乎有五分之四 都倒了下来 阿密斯特带着残余的军队 涌过石墙 用刀尖挑起军帽 激励的大声说 弟兄们 杀啊 顿时士气大增 他们抢过石墙 短边相接 一阵肉搏后 终于把南军的战旗 树立在那座山顶上 战旗飘扬在山顶 虽然时间很短暂 却是南方盟军战功的最高记录 匹克德在这场战役上 虽然获得了人们对他光荣 勇敢的赞誉 可是也是他结束的开始 李将军失败了 他知道已无法深入北方 南军失败了 李将军受到沉重的打击 怀着悲痛 二丧的心情 向南方同盟政府总统台维斯 提出辞诚 请令派年轻力强的人前来带军 如果李将军把匹克德的惨败 归罪到别人身上 他可以找出几十个借口来 有些带兵师长不进职 马队后援太迟 不能及时协助步兵进攻 这又不是 那又不对 可以找出很多的理由来 可是李将军不责备人 不归咎于别人 当匹克德带领残军回来时 李将军只身呆齐去迎接他们 令人敬畏地自责说 这都是我的过错 这次战役的失败 我应该负所有的责任 在列历史的名将中 很少有这种勇气和品德 敢承认自己的错误 赫巴特的作品 对读者有很浓的商货性 他那讥讽的文字 常引起人们对他的反感和不满 可是赫巴特有他一套特殊的带人技巧 他可以将一个敌人变成他的朋友 例如当有一些愤怒的读者 写信去批评他的作品 赫巴特会给他们这样一个回答 是的 在我细想之后 连我自己也无法完全赞同 我昨天所写的 另天我也许就不以为然了 我很想知道 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下次你到附近来的时候 欢迎你来我这里谈谈 我会跟你紧紧的握手 如果你接到这样一封信 你能说些什么 若是我们对了 我们强妙婉转的 让别人赞同我们的观点 可是 当我们错误的时候 我们要快速的 坎直的承认我们的错误 利用这种方法 不但能获得惊人的效果 而且在若干情形下 比替自己辩护更为有趣 别忘了有那样一句话 用争夺的方法 你永远无法得到满足 可是当你谦让的时候 你可以得到比你所期望的更多 所以 你要获得人们对你的同意 你该记住第三项规则 如果你错了 迅速 郑重地承认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